由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市教育局聯合舉辦的 台山市知識產權知識進校園活動 昨晚走進市培英職業技術學校 向廣大師生宣傳普及知識產權知識 我們去看看 另外一部分就是財產權 這一部分就是可能會給我們帶來收益 這一部分權力它是有保護期限的 在個幾小時的講座當中 農廷律師圍繞知識產權概念 以及如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題 為培英師生們進行了專題授課 它首先從學生熟悉的手機商標入手 引入知識產權的概念 系統講授什麼是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知識產權的範圍、特徵 身邊有哪些屬於侵權的行為等內容 講座結合實際案例同時下熱點問題 以生動活潑的方式 令到學生們在互動問答當中 獲得知識產權相關知識 增強知識產權保護儀式 學習知識產權不僅可以保護自己的產品專利 還能保護別人的合法專利 支持知識產權拒絕盜版書及盜版音響 那我認為就是前期在把我們知識產權這樣的一些概念帶到給他們 讓他們從小從心裡都會認可知道知識產權這樣的一些概念 以後我相信會把這樣的一些功能或者說作用發揮到今後的這個工作當中 有助於他們以後在社會上職業上的一些提升 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機會能參加這些活動 這樣我們也可以學習更多的知識 直播來我市將做一步推進 我市中小學知識產權普及教育工作 推動知識產權強遠工程示範院創建工作 營造重視及發展知識產權教育的良好氛圍